根據議程 兩年半在會室開會 但上面鎖了門 所以我們在這裏要求你們 上去開門給我們開會 履行我們議員的職責 我是楊浩然是政制及保護事務委員會的主席 請你們的專員 黃河泳詩女士出來見我們 他們要召開會議 第二次政府會 嗨 民政主的朋友 我是中西京區議會的副主席 和政制及保護事務委員會的主席 我們今天有十四位議員在這裏 是根據會議的議程來開會 在十四樓 但發覺那裏是被人故意鎖上了門 阻撓我們開會 希望民政主的朋友盡快開門 讓我們履行議員的職責 民政主的朋友 你好 我是中西區區議會的副主席楊浩然 也是政制及保護事務委員會的主席 我們今天是根據這個會議的議程 是兩點半來到這個區議指定的地點 這個海港政府大樓的十四樓區議會會議在這裏開會 但是我們發覺門是被人故意鎖上 無法進入開會 履行職責 我要求民政處盡快開門 讓我們履行職責 那麼我們這裏是有十四位議員 十五位區議員之中 十四位已經來齊開會 那麼現在民政處裏面 是有四個同事坐了在這裏 他是完全對我們是沒有任何的回應 沒有任何的秋彩 我亦都要求正務專員 要求黃河泳絲女士出來和我們解釋和交代 希望各位盡快跟進這個事情 要不要打專員手機 都沒用了 我要開會 我要開會 我是議員 我是議員 我要開會 政務專員 不要歸宿 政務專員 不要歸宿 黃河泳絲女士 請出來交代 黃河泳絲女士 請出來交代 民政處的職員 請勿回避 民政處的職員 請勿回避 還有三個職員 還有三個職員 不敢發聲 不敢回應 另外有幾個進去關門 希望職員 盡快出來開會 我是議員 我是議員 我要開會 我是議員 我要開會 反對打壓 反對打壓 我要開會 我要開會 反對打壓 我要開會 Letty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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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未落到你 還未落到你 抗議民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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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不職守 所不職守 左外議員開會 左外議員開會 抗議民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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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利職守 抗議民政處 左外議員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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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河泳斯女士 請立刻出來回應及交代 中西區政務專員 黃河泳斯女士 請立刻出來 交代 喂 現在不是這個 這個 屈奉空 你們可以出來 你們已經上班了 你們是否不上班 是否所分職守 政務處的職員 和政務專員 黃河泳斯女士 請勿歸縮 這就是 這個 電話 開了 聽電話 他不在乎 肯定沒有上班 有 知不知道沒有上班 他收到我的封信 他收到我的封信 就馬上開了 電話 我今早 今早 不在乎 已經是 9 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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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1 2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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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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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有關政制及警方的討論文件 並拒絕提供會議支援 包括不提供場地、秘書局務及不出席會議 秘書處故意將信件拖延至最後一刻才發出 並以不提供會議支援和要求我們修改議程 處理的手法是不合情、不合理、亦都不合法 打壓的手段是令人震驚 18區區議會向來都有討論政制及其他全港性議題及警方執法問題的慣例 例如當年23條的立法、政改的方案、兩次的政改的方案 以及逃犯修訂條例都有去討論在區議會上 政府官員亦都有出席、聆聽意見 只不過以往的區議會是由建制派所把持 政府可以扭曲市民的聲音、強姦民意 但是自從今屆民選的議員上場之後 政府是多次打壓我們民選議會的聲音 不聆聽市民的意見、禁止議員發聲 現在更加以這一種低劣的手段阻止會議召開 手段是令人憤慨 我們嚴厲譴責民政事務專員黃河榮斯這一種行為和手段 根據區議會條例 區議會的職權範圍是包括了涉及區內市民福祉的一切事宜 政制、保安、執法、妥善執法問題和其他全港性議題 是直接影響中西區居民的福祉 區議會是有權也都有責任去探查事件 以便可以向政府反映意見 所以我們是無法接受民政處的說法 現在促請被書處盡快撤回 不提供場地、不支援、不協助的決定 尊重本委員會的權利 請勿再打壓民選代表的聲音 迴避民意 政制及保安事務委員會 先前在區議會大會上及本委員會內 已經是多次詳細討論 最後確定了這個委員會名稱和職權範圍 並得到委員的通過 當時政務處的代表 包括政務專員黃河榮絲女士 亦都在場 至今在三個月之後 突然間在會議前一晚 才會質疑我們的職權範圍 以及拒絕提供場地 這個做法實在是令人震驚 我們提出最強烈的譴責 多謝各位傳媒 港議民政署 展離職守 展離職守 阻惡議員開會 阻惡議員開會 港議民政署 阻惡議員職守 展離職守 阻惡議員開會 阻惡議員開會 各位同事我想事到如今 我們都嘗試盡量去開會 我們不受這個政務處的打壓 我們仍然都要履行 我們議員的職責 他不提供資源 我們盡量做多少 我們去回原地的會議場 第十四樓 我繼續留下來等D.O 看看他會不會出來回應 他沒理由夠膽鎖案 鎖案我們開會 都不夠膽出來回應一句 我們可能你們三人去看看環境 好嗎 你是不是要問傳媒 要不要昨天D.O 給我們9點3 給我們9點3 可以嗎 大家需要參考的是 昨晚處理會突然通知我們 我們現在想 和傳媒這次的位置我們通過 我們想上14樓的開會 有沒有傳媒出議 昨天D.O 給我們的 這放了一場 要啊 哦 D.O 給我們 記者是否要 可能是要 兩樓 記者是否要 大家都來 想 etwas 對 他讓我們 先難以 аст kat 這是沒有 這裡的 這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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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哦,果了,笑了 看上去一點就可以了,摺到油了 我們是14個 好,知道,知道 我們來到中西區區議會的會議室 剛剛他們說鎖門開不了 因為這邊是我 我在這裡等 我在這裡等 行行行,我在這裡等 我現在在等一班區議員上來 我現在在等一班區議員 我現在在等一班區議員 開快點腳 試試 要踏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人上来吗? 没有人上来吗? 没有人上来 我只是走楼梯 他们在等着 到了 线油直线 线油直线 我拍它进去吧 这边直线 我们来 我们已经开会的地方 刚才一道门是可以进的 那道门都可以进的 理论上你们通常这道门都可以进的 你们这门都可以进的 不能进去 我们先等下 先等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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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了 是锁了 是锁了 先等下主席 好正三开会 看到嗎? 現在我們在14樓的會議室出門 正在開門 我會否遲一點 我會拍到哪位 要先收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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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先向左秤少爺 要先收緊 要先向左秤少爺 請大家一齊過來 議員們過來這邊 是不是開不了 開不了 我們現在有幾多議員到場 1 2 3 有些未上來 1 2 3 4 K1 8個 9個 K1過來 你要借一借他們借一借 我們給予人改 民國都覺得很熱 不好意思 可以了 沒有好多 現在是3 2點40 7分 等一下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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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時 我們在10分鐘內要開會 即是有無論 原定時間 我們現在現時的同事有1 2 我讀一讀 現在出席的議員 我本人 楊浩然主席 葉錦龍副主席 鄭麗瓊議員 大主席 黃永志議員 何志弘議員 五海恩議員 吳兆康議員 張啟恩議員 金賴衛議員 黃建青議員 總共我們是1 2 3 4 任家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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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10個議員 在場是過了半數 我作為主席 現在正式宣佈中西區區議會合下的政制及部安事務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正式召開 現在這個時間是兩點 四十八分 四十八分 OK 還有幾位議員呢 就在樓下十一樓那裏 他未上到來 我們現在暫時就我們照開始這個會議 幾位議員就在下面看 要求正部專業和和平時 律師交代 那就是 同事 有文件給我的同事 到了嗎 OK 首先我們有個議程的草擬 這個議程是3月18號送出來的 大家看過了 我想問大家有沒有意見 我們通過了一個議程 我想問我們要不要坐在那裏 或者站在那裏 因為方便拍照 因為其實 因為這裡有長沙發 裡面也有七八張椅子 剛剛可以坐在那裏開 我可以坐在那裏開 Crossing 那就啦 寫位 即便坐在那裏開 我想我們可以只錄 我們坐在杉場 それから要坐在那裏開 你們要坐都是坐在那裏 我覺得重點坐在這裏 ức 我們坐 一 seat 你看到這裏 他們坐 請議員就坐 好 你先拍照 你們在前面拍照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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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朋友 我們會議正式開始了 第一個 我們有個會議議程 草稿 3月18日發出 被輸出後期沒有更新 所以今天就拿這個來 給大家通過 大家有沒有意見 如果沒有就通過 因為今天的部門 全部都沒有出席 我要求將下面 其他部門 其他誠意 也沒有將會抗擾 OK 有同事建議將那些討論事項議程 因為政務處也沒有安排 也沒有協助去出席 其實專員是事前已經答應了 也都通知了會出席 近期突然改變主意 我們變成了 我就建議 我們自己是進行第一二三項的議程 第一二三項 就是通過會議議程 跟著就是通過會議記錄 跟著就是主席報告 跟著第十一項的其他四項 由第五至到第十項的議程 全部都討論了 我們就押後去下一次會議討論 主席 金馬貴議員 主席我想問 那個有關通過會議紀錄那裏 是不是都會在下次才會通過 因為我昨天才收到那個 會議紀錄 收定那個會議紀錄 當我們在上次確認 我們那個 職權範圍的時間 就有討論在會議紀錄裏面 但原來我們見到民政 即現在秘書處 將很多我們的發言都刪減了 譬如剛才我們有講過 我們15年有討論過政制 為何以前可以討論 現在不能討論 我們叫專員 我叫專員講一些人話 專員是否會離場等等 這些我們的發言 在會議紀錄裏面完全消失了 只有一句 我說專員是神經病的 他選擇性地將會議紀錄修改了 我自己覺得 今天不可能會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應該要作出修改才行 所以我想我建議如果要通過 或者將會議紀錄都要壓在下一次相關會議為止 不過其實會議紀錄很久 之前3月18日已經給了我們 其實後期沒有特別的修訂 如果今天不通過 不知道會等到何時才再通過 我就建議盡快通過了 我們可以完成了這個程序 法律上的合法程序 因為正式證明了我們這個委員會 已經是順利產生了 已經在穩作著 我就建議這樣 有個提議 今天會議好嗎 如果你的補充 我們給你後家的輔助 或者再補充回會議 請問 主席可不可以這樣 如果大家有條件地通過 我會在今天之內將要求修改的資料 會丟出來 在那些情況下就去通過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沒有意見就通過 OK 有建議我們今天是有條件地通過這個會議紀錄 條件就是金乃威議員可以補充的資料 我們又用文件傳閱方法去通過 有兩次 好嗎 如果這樣決定大家有沒有反對意見 棄權 沒有 我們一致通過了 在3月18號被處處提交會議紀錄的初告 正式通過 有一個付注的條件就是 今晚會議員會後補一些補充的資料 我們文件上傳閱 如果是同意的 也可以通過之後 作為會議紀錄的一部分 這個議題是結束 好 接著我們去到議程第三項主席報告 主席報告就是 今天會議的情況是非常之不理想 其實這個會議 我們在差不多十八區區議會 最早成立 我們中西區議會也都在1月2號 第一個地區議會去進行會議紀錄 這個政保會也是在第一次 第二次會議開始的時候已經很久了 我首先進入的文件 第一份文件在1月23號通過了 成立 我的文件已經在2月1號提交了 政保會的文件 其實它的部門初步是有回應的 有一點點的回應 我在追問我的情況之下 政務處遲遲都未將議程擺出來給我看 我再追問多幾次的時候 被書處竟然給了一個答覆 令我大惠惊的 就是它說這個會議的議程 在總部看到的 即是換句話來講 它是透露了一個 自立一個天璣 原來我們的議程 是要被政務處去審批的 換句話來講 一個政治的審查 我覺得這個政務處的動作 完全是越決的 據我的認知 這個會議的議程的決定 是由我們這個會的主席 或者這個委員會決定 不是第三組決定 不是政務處秘書處民營處決定 我們區議會的職能 它在這方面 遲遲未將我們擺到議程 經我去追究批評之下 終於它又將我們的文件 擺到議程 即是我們正在通過會議的議程 在3月18日發出的議程 它就將我們的文件擺到議程 當時它也是發出了這件事 之後一直以來 我是追它部門回應 一直以來它的回覆 是說未有部門回應 另外一個牽涉我們是想 譬如有一個議題 我們的常設事項 就有一個文件 叫做關注執法部門 在中西區執法的情況 這個常設事項 我們在當時提出了 2020年1月19日 天下制裁集會當日的執法情況 當日顯現到警察 是濫用他的權力 通街折查市民 阻撓天下制裁的合法活動 這個文件 警方就說不出席 作為這個常設的代表 亦都不回應 到現在為止 亦都不回應 就算它 政務處 它初頭是同意 亦都擺了 另一個議程 就是警務人員 在中西區巡邏 打了上網 但是它都拿不到你回應 亦都不肯出席 一直以來 在過去兩個星期裏面 一直追這個政務處 但是 誰知道政務處是玩失蹤 負責這個會的秘書 叫做Wilson 他就玩失蹤 找亦都不回應 追得他多 句句回應就是 不好意思 楊議員 我放假所以未回應 我就問他 你究竟是放假 還是work from home 如果你在家工作 你應該都要處理事項 因為你是有收人工的 那麼他沒有回覆我 隔了幾天 又是這樣的情況 跟著就是 亦都是他很後期 我跟著出信去問電話 很多人都沒有回覆 問政務專員 追他 他一直都不回覆 最後追得他行的 我將信寄 副本寄給總署 他就找一個職員回覆 就說是正在等候部門回覆中 這個大概是一個禮拜前 我們追他的答覆 正在等候部門回覆中 到那天他還未告訴我 不同意我們的議程 不同意我們的內容 好了 再追他 昨天一直都不回覆 昨天在9時15分後 一連發了六個電郵給我 那就是 其中那個代替DO回覆 雖然我直接詢問他 他的回覆就是沒有其他事情補充 跟著有個電郵就是 昨天晚上9點多才給我的 如果有什麼要我用書面提出 那我就是 雖然時間很急速 也都給了一個書面去 告訴他我們不同意的做法 要求繼續開會 但是他剛才他們討論之後的回覆 都是說沒有補充 另外一樣 他們是沒有解釋到的 他現在是質疑那六個議程 他認為有保留 他不是說非法 不是說我們月權 不是說什麼 他說是有保留 他是質疑 他是要求我們去修改 我們的委員會的名稱 修改我們的職能 他是不同意我們可以去檢視 監察警方的執法 全港性的議題 雖然是捐涉到中西區的居民 那他說如果不是 就不會支援 那我們當然不同意 就說回覆了他 但是他就沒有補充 但是他一樣沒有假釋到的 他是之前沒有去質疑過 從來沒有質疑過的 那三個議題低了上網的 如果他認為那些沒有問題 為什麼你不可以開會 我們進行那三個議程 譬如我們一二三 這個議程 和那三份文件 那些是完全沒有解釋 那這個 起碼在這一方面 我們是絕對有權開會 他是有他的法律的職責 提供所有協助 所以他們今天做的情況 是疏忽職守 那我也都是建議 我們將這個事情 會投訴去申訴專員 也都去延政公署舉報 有人可能涉嫌公職人員 行為失蹤 那這個 讓大家一會給我意見 這方面的 那我的報告就是這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事情要查 這次中文件 那請請問 Facebook直播或全香港市民,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以一个为例,我有一份文件进入了 就是强烈要求警务人员在街上 执行步行的巡逻工作 我有七八条问题问,我简单读一两条 让大家平日道理 请问警方日常在中西区有多少在街上巡逻的警务人员 请问警方曾经说过会改变街上巡逻的方法 改上车上的巡逻 请警方说明在中西区如何由街上的巡逻 变成车上的巡逻 请问警方在中西区有多少交通督道员执法 等等这些全部我们都讲中西区的问题 我都不明白为何是一个全港性的问题 第二个文件 这个文件甚至没有,连在区议会的网页都没有出现 没有的,现在最新的一个看不到 收起到 现在看不到 另外一个就是强烈要求政府改善区议会选举的安排 这个文件里面也很多是罗列了 我举一两个问题我们不提问的 请问在上环选区选举当日非法广告的投诉 要超过十小时都不妨处理 请解释原因 请问当选选择中西区投票暂时 有没有计算的票站每小时可以容约多少人 可以进入去投票 这些全部都是有关中西区的问题 为何是全港性的问题 连文件放出来在区议会的网页都不行 不让我们讨论 所以相信公众或者记者朋友是可以平衡道理 当然我只要简单两句总结 在暴政当前是不会跟你讲道理 但我们作为民选的议员 作为我们香港的市民 我们必然要忍守我们的崗位 我们要临危不亂 面对这个暴政的时间我只是呼吁大家 记得有需要的时间必需要站出来 我们作为议员不让我们开会 会议室不让我们 我们都会要求开会 会继续在这开会 履行我们作为议员的职责 我在这呼吁香港的市民 我们有机会要站出来 一定要站出来 告诉这个暴政听 你这样的暴政是不会得到民心的 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坚持下去 主席我说得多 OK 其实我进了一个文件 2020年1月19日天下制裁的文件 其实是在说那件事 我想大家都知道 1月19日在中环遮打花园 举办这样的集会 已经是有不反对通知书 这件事已经是发生在中西区里面 其实我们收到很多投诉 也看到很多人说 当日警方无差别地去阻挠人士去参加这个集会 去参加集会去查识文症 那我的问题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电压制裁局 总共折查多少个市民呢 有多少个被拘捕呢 有多少个被起诉或者释放呢 那这些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这个区内的问题 因为你在这里的集会当时也是事何有冲突的 在这个中西区的环境里面 那其他还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这个分区委员会 我们认为这个分区委员会 是一个假藏检布 是一个政治囚用 要求取消分区委员会 也有份文件 直接就问他这个分区委员局的委任准质 我们特别提到是中西区的那三个分区委员会 这是很明显地区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刚刚声明所说的就是 他说这个全港性的议题 不可以讨论 就检视都不行 但是这个是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逻辑上 或者数学上的错误 全港性的议题 一定是包含了住在中西区的居民 那为什么不是影响到中西区居民的福祉呢 如果影响到中西区居民的福祉 正正是区议会条例 第六十一条A 缺回一的职权范围 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合逻辑 也我觉得政府这方面是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是没有这个法理的依据 所以我觉得这个纯粹是一个政治的审查 一个政治的打压 那我本人觉得香港市民已经是退无可退的了 你只要退一步 他只会踩多两步 那希望大家议员 或者和大家的市民 沟通的时候可以提醒他们 我们真是 现在是退无可退的了 未来立法会选举 所以我相信各位香港市民知道如何做的 还有没有同事 叶錦龙副主席 主席 今次的委员会 政部会 其实我们已经开了 现在已经5月了 第二次 现在开了第二次 因为先前政府一直用疫症的藉口 是逼令我们 就是用一个直令 用一个疫症为要脅我们 就要将这些非疫症相关的会议 全部都拖延 或者是要将这些会议延迟 那原本我们这个会议 应该在3月就要开了 但是现在延迟到5月才开 那变了很多的情况 其实都已经是不更新的 再加上其实 我们今次的会议 那个职权范围 D.O.他们给我们那封信 他很喜欢跟我们做不友 就是政府部门 警察有经常寄信过来给我们 又说要谴责我们 要教我们做事 现在连D.O.都要教我们做事 就说你们这个职权范围 就不合格 要再重造 但问题其实 我也想在这个记录在往 其实职权范围 D.O.当天他有份input给意见 他经常说你们监察不行 监察不行 监察不行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没有这个职权范围 那好了 我们就为了要将这个会 能够成立 我们就已经是将很多的用字 改了 就是我们不认同我们的区议员 是无权监察我们区内的公共事务 因为在区议会条例第六十一条里面的二 一的故义里面 其实他有写到区议员是要 区议会是要就区内所提供的公用事业 提出这个意见的 而警察和这个政制的发展 政政制也是公用事业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区议员是绝对有权有责 是作出这个监察的行为 至于他在那封信里就说 你们没有监察的权力 但其实区议会条例里面 从来都没有写我们没有监察的权力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里再说 今次是明明D.O.有份下场打这一场仗 他现在自己画自己的表现 说之前做的事情错了 但究竟是不是错了 我们大家明硬人都知道 是因为有新官上任三亚火 所以他们现在就要打压我们的议会 所以我们绝对是不能够继续退缩下去的 主席我建议我们就住今次的事件 除了我们都知道的 去申诉主缘都没什么用的 但是我们要走的所有的远程序 我们都一定要走一次 我建议就住今次的事件 包括连主席都进不了自己的主席房 以及我们的区议员 是用不到自己的区议会会议室去开会 再加上秘书署的秘书失职这件事情 是就着这些事情 去申诉主缘公司 以及去廉政公司等等的部门作出申诉的 刚才发言的是叶錦龙议员 这个政制及保安事务委员会 再之前是我们发言的是金乃威议员 其实是对的 我觉得它的诠释是 我们的理解应该是对的 因为我们区议员会的职责 就是向政府提供意见 就区内社民的福祉 我们向他提 我们提供意见 我们怎样才可以提供意见呢 我们当然要检视情况 跟进的情况 质询的情况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才可以提供意见 所以提供意见 这个当然是包括了 我们现在写下的职业范围之内 所以这个法律是根本很大的 如果你说它是真的 你只可以提供意见 不可以检视 不可以监察 如果根据一般法律的做法 就是会明确写清楚 这个职权法律 不包括你监察警方 不包括你质询政府 不包括你监察政府 那我们作为民选议员 我们是有责任去向市民发声 提供意见 也去监察政府 所以我们是不会退缩的 在这方面 我们一定会坚持我们所做的 请问有没有同事王永志议员 刚才议员都说了我们如何符合区议会的职权 其实我也想给大家 我会派给记者 其实王河泳斯女士 即我们的民政专员 其实她是搬农门 她在2017年的时候 即上一届仍然是建制派当道的时候 我们找回会议记录 有些市民给我们 在2017年 一个检讨中西区区议会的 常设工作小组那里 王河泳斯女士她提到 其实呢 慣常在大会讨论的 是可以包括影响地区的重要政策 其实是讲到明的 她是说是可以在区议会里面 讨论影响到地区的重要政策 那如果例如说公众安全事件 这些呢 以往一直都可以在区议会大会讨论 这个是王河泳斯女士说的 例如公众安全事件 是可以在区议会大会讨论 那又例如 那又是王河泳斯女士自己说的 她说 譬如说呢 符合一些的条件 一些的议程呢 是可以在大会上讲 包括些什么呢 包括譬如说 如果她的性质呢 是重要的事件 影响中西区的整体基建委公共服务 她的性质呢 如果是按职权范围 未能摆入任何委员会 或者小组的话呢 例如公共安全的话 这些的全港性范围的议题 可以在大会讨论 如果较地区性的范围呢 可以在委员会里面讨论 即是说呢 其实她上一届说明 无论是全港性 还是地区性 都可以在区议会里面讨论 包括例如说她自己 这个不是她自己说的 这个是上一届的 中西区区议会主席 建制派那个 她寫的这里 包括例如 全港性的教育政策 是可以在大会上讲的 中西区的学位 所以教育政策下面的 中西区学位的问题呢 就是在这个文康会那里讨论 而黄和永斯类士 是赞同这件事的 即是说呢 其实根据她上一届的进质 是不是全港性 还是地区性 都可以讨论 今届很明显 整个农门已经搬走了 当然是配合整个政府 政策上的改变 这是我的保重 多谢各位 就录音方面 精华花已经是黄炳志议员 那就是 我的意见 就觉得不单止是 搬龙门这么简单 其实是很严重的 因为我们叫民政事务专员 发表一些不实的言论 我觉得她是五度区议会 五度区议员 其实这个是严重的操守行为 还有没有议员想 鄭麗瓊議員 多谢主席 我是鄭麗瓊 其实最大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 政制及保安事务委员会 我们出世那天是1月23日 今天才是5月 我们能够在那晚 是能够成功出世了 但是现在5月才开第二次会议 她是在那要掠死我们这个baby 所以政制事务 其实在区议会里面 是什么时候都可以说的 为什么她现在的农门 要搬到农门都不见了 我真的觉得新官上任三把火 我们见到今天是民建联的徐英伟 她是不是一上任 做了一个这样的局长 就立刻压杀我们的联盟 都不让我们进去开会呢 所以我是觉得 现在这个特区政府 是令到我们市民非常非常失望的了 到底是什么中联办 什么什么港澳办 两办去决定香港的命运呢 我觉得这个是相当重要 去关注的地方 所以我们这个政保会 在讲我们的政制 甚至乎在9月份立法会 刚才才有ICCC的朋友才在讲 9月份的选举一定要连结 其实这些在我们区议会 是每一年都会讲的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我们要坚持这个会 今天我们只是将议程 是会去延伸 接着我们由主席去决定 何时再召开会议 或者跟回我们的计程 你班主席 我们稍后再讨论议程压后 其实我们有第三次会议 有啊 6月4号 是6月4号 我们就将 如果不反对 我们将所有议程压后 去6月4号那裡 OK 我们一字通 这次是在政议员的一致通过 那就 那其实也是很明显 我觉得他现在 新官上任何都对的 除了这个民政事务局 可能还有两个新官 包括中联办、港澳办 那我们香港 希望 还可以支持得住 希望不要给他们 就这样打下去了 那 很明显 现在政府是不想我们 区议会 讲任何民主的进程 任何对市民有益的政制 不想我们讲任何提到警察的东西 包括警察巡邏都不想给我们提 不想我们追究警察的暴力 那我们作为民选议员 我相信我的同事也是 在这方面 是不会退缩的 不会作入行的药物 不会退缩的 我想请问 各位同事还有没有 要补充 可以说 是的 亦都有几个议员在楼下 还要求专员的交代 还未出来 亦都有议员提议到 准备考虑做司法复合的程序 这就由他们再讨论 现在暂时我们今天的讨论 就是将今天的政务署和专员 OK 大家同不同意这样的做法 同意 还有没有其他事项 下次开会 下次开会 下次开会日期 其实是原定了6月4日 第三次政制部署事务委员会 2点半 文件递交日期是5月26日 5日截止递交日期 亦都是回到原定的地点 区议会会议室14楼 那我们今天就会拍后到那天再谈 我们会要求部门 亦都是在催促有关部门去回复 那大家 我们今天会议正式结束 现在时间是 3点18分 3点18分 政制部署事务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正式结束 多谢各位出席 Pinta 你进去 梁女士 每天一开始 每天一间 所以你不能停下來,等你開來 所以他忘記了吃冷氣 他中央冷氣都吃了 吃的也吃了 喂,完結了 是呀,是呀 現在我去看看開不開得到的 有些應該不需要 有事我就會拍電影回來 我回去送一樓 你遲來,你不要咬喳喳喳 我不是真的阻礙你 你是否可以救我 你怎麼做呢? 你出了車,等人 我蹲了,腳臂 我起床,走一旁 我不是真的阻礙你 各位立場觀眾 剛剛中西區區議會 保安及政制節目委員會 就在走廊召開 因為民政署就不合作 現在會議就完結了 所以,都幾好 都幾好